美国为什么会有这种 以规则主导的秩序 或者以实力地位来跟人家讲话 他通常都是强凌弱 大欺小这样的一个姿态 我跟各位讲 这个就是从 欧布莱特开始 欧布莱特啊 他讲过这段话 你大概听了你会昏倒 可是美国真的就是这样的国家 他说 假如我们必须动武 因为我们是美国 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 我们比别的国家站得高 对未来看得更严 我们看到此时对我们的危险 他是1997到2001当美国的国务卿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啦 就是 我是美国啊 我军事没有对手啊 所以呢 我如果受到危险我就打你 那我要到全世界强势布局 你也只能够跟我在一起 欢迎来到量子力学节目 我是量子 大家叫我量哥 我今天的大标题叫做 美国外交为什么会节节败退 这个事实上是 包括美国在全世界各领域啦 他如果维持目前这样的一种 外交的手法 那我认为未来 对中国来讲 中国一定是会 我就是我们讲的东风压倒西风啊 这个东升西降 几乎是必然的趋势啊 那美国为什么会有这种什么 以规则主导的秩序 或者以实力 这个地位来跟人家讲话 他通常都是 强凌弱 大欺小这样的一个姿态啊 我跟各位讲啊 这个就是从 欧布莱特开始的 这个刚好就是冷战结束 苏联瓦解啊 那逐渐逐渐到了欧布莱特极大城 成为了美国的这种 鹰派的对外傲慢的外交的姿态啊 那事实上后来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啦 可是我认为到今天为止 美国都没有做彻底的修正啊 就是这个叫做欧布莱特教义 叫欧布莱特教义 这个还有一个特殊名词啊 叫华盛顿精英的傲慢与鹰派啊 欧布莱特啊 他讲过这段话啊 你大概听了你会昏倒啊 可是美国真的就是这样的国家啊 他说 假如我们必须动武 因为我们是美国 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 我们比别的国家站得高 对未来看得更远 我们看到此时对我们的危险 他是1997到2001当美国的国务卿啊 那我们知道 苏联的瓦解是1991啊 所以等于就是美国最强的时候啊 就一国独强啊 那时候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啊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就是天意啊 后来在2000年就爆发了911 那美国就把他的军力大部分都配置到中东去了 这我们上礼拜有讲啊 就是美国就连续去打了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中国大陆运气真好 得到了这20年的发展机遇期啦 不然以奥布莱特那时候的一个做法 我看就直接就打到太平洋来了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啦 就是我是美国啊 我军事没有对手啊 那世界上都缺不了我啊 所以呢 我如果受到危险我就打你啊 那我要到全世界强势布局 你也只能够跟我在一起啊 所以就产生了他这三种 外交的特色 我把它叫做美国外交的三大顾及啊 第一个就是要求政治战队 他要求你表态 你如果要跟我变成盟友你要表态 要么就是要反苏联啊 那后来冷战之后就变成反中国啦 那第二个是他是私营公司介入啊 是以利为先的啊 削弱政府的主导 那常常有政党的轮替啊 所以他不能有长期的规划 所以总的讲就是说他一旦介入 那他就要求你表态 那要围堵其他他认为的对手 他就这样的一个国家啊 那至于经济啊 那你要变成自由化的市场 要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那他有什么 他有国际货币基金啊 世界银行啊等等等啊 中国大陆 刚好是一个强烈对比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巧合啊 中国大陆的体制 还有他后来发展出来的外交的特色 刚好跟美国就是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他不干涉内政 经贸优先不要求政治战队啊 中国大陆没有要求任何国家 说你不能跟美国来往啊 没有 政府全面主导 包括国家战略 公营企业 政策银行 是三个合一结合的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全方位的深化经贸 所以中国大陆是怎样 他是从双边的经贸 协助基建 政策的互惠 去慢慢累积双边的关系 然后才往上变成比如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等等啊 累积他的外交的一些 这个比较有深厚的基础 所以我简单讲啊 中国大陆的外交跟他的国家的发展 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后肌勃发 那美国不是啊 美国是跟你交往就先要求你表态 他就这样的一个国家啊 所以美国就一再犯错 因为他这个强势傲慢 就让他犯了很多战略上的惊人的错误啊 这个是布里辛斯基他在98年写的大棋盘啊 他认为对美国最大的麻烦就是中国俄罗斯跟伊朗形成同盟啊 这个本来在逻辑上是非常不可能的事啊 可是偏偏就发生了 他讲了一句话不信陈真啊 他说只有当美国够短视 同时敌对中国跟伊朗 二中一结盟才有可能发展啊 结果就陈真啊 那你看那个基辛格怎么说呢 基辛格说啊 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俄 或许还有伊朗他们形成大联盟啊 那形成这种反霸联盟 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形态一样 而是因为相互补充的不满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对美国都非常不满 就是这样 我们最后用阿根廷做例子 你就知道中俄大陆是怎么发展外交的 中俄大陆现在跟阿根廷关系非常好啊 那阿根廷现在也参加一带一路啊 那他从阿根廷巴拿马 那访阿根廷就签了三十份协议 可是大家要知道 这不是一系可以造成的 他是积累出来的 我做这个表啊你去看 他从2014年 习近平主席他就去访问阿根廷 然后有250名企业家同行啊 简单讲就是他要从经济开始积累 然后2016 那阿根廷就让中国大陆 到是拉斯拉哈这个地方去成立 升空的卫星站 这个卫星监测站 也就是后来中国大陆可以发射太空舱 很重要的一个监测站啊 2016就达成了 那个时候美国提出严重抗议 阿根廷还是让中国大陆 设了这个卫星站 然后到了2017你就可以看到 阿根廷总统访华出席一带一路峰会 那就签了21项双边协议 开放签证多次入境 那2018习近平主席再一次去阿根廷 4年又去了一次 然后签订了5年联合行动计划 本币互换就开始了 阿根廷是南美洲 少数的国家跟中国大陆的5年计划对接的 那后来你就看到在疫情期间 他多次运送医疗用品跟防疫物资 等等等 那最终就是这一次的冬奥峰会 去年的2月阿根廷正式加入一带一路 所以我这个就要跟各位讲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跟其他国家 典型的外交模式 它是从经贸开始的 然后逐渐往上走 那各式各样的关系就不断的随之而来 反抗美国 他首先要求政治表态 经贸协助基建协助又不到位 所以当然就造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美国的外交相对于中国大陆是节节败退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